记者红美秀新竹报道 台湾旅美职棒好手陈伟英 今天低调现身新竹市陈黄庙带米粉看完 并与新竹市长林志坚唱谈育儿经 陈伟英日前趁球季控党回台 今天瞧瞧现身陈黄庙拍摄影片 行销封城美食美景 且为11月11日12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棒球训练营做准备 新竹米粉看完的好吃 陈伟英边吃边说 吃过一次就回不去了 旅美职棒选手陈伟英 效力于迈阿密马铃鱼队 年年趁球季控党回台湾举办棒球赢 今年选新竹市为推广基地 也结合在地特色拍摄系列宣传影片 跑遍陈黄庙 东门城百年古迹火车站 铁道艺术村 北门老街 护城河推广新竹市之名景点 在地美食 新竹市长林志坚也以美食绿洲代言人化身在地向道 推荐陈伟英在地热门景点 道地美食还联美造访成皇庙 一起吃米粉 扛完陈伟英咬下低口扛完后直呼这吃一次就回不去了 林志坚也推荐陈伟英市民最爱的打卡观光景点 包括护城河 铁道艺术村的追火车月台 还有会集多家在地小市的北门老街 请陈伟英进入逐室时千万别错过 同样拥有两个学龄前的宝贝儿子林志坚与陈伟英现场也超谈育儿经 分享平日如何兼顾工作家庭 陈伟英表示应在传统家庭长大 他选择在20多岁年轻时就成家 现在虽然在美国职棒打拼 但有两位活泼儿子的陪伴很开心 同为人父林志坚特别赠送新竹市府限定版的 The Michael模型车组合 给即将过生日的陈伟英两个儿子 陈伟英收到后开心表示 儿子都在搜集小汽车 拿到一定超开心 陈伟英自2012年起 与国泰金控合作举办陈伟英棒球训练营 巡回台湾各大城市 邀请国内各大专一班组球队参加 耕耘基层棒球实力 今年以新竹市为基地 邀请昔日日本职棒队友跨海震台传授专业球技 训练营11月11 12日在清华大学登场 并于11月12日举办成为英球迷剑 面会 势必在先竹市棒球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